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想為大家介紹 Sony 鏡頭拍照仔,應該帶甚麼鏡頭 基本上,這幾支都是比較熱門 多人用一點 當然,Sony 白色鏡頭 我還有兩支未齊 例如大炮方面,這支是604 這支是402.8,我未買 暫時未打算買,因為用得較少 在Canon 方面,我已有604 和40.8,三代兩支鏡頭 如果真的用40.8,我可能會用Canon 變成這支40.8,暫時不用打算 另外,白鏡頭有四支Zoom鏡頭 70-200有兩支 這支是70-200 2.8 GM2,最新那支 另外還有一支70-200 4 光圈 那支出得較久 亦有機會更新 因為大家看到,GM2已經開始出現 現在的70-200 4 本身優勢不太大 所以初出時,我都沒有考慮 因為這支70-200 4,即Sony這支 比Canon EF 的70-200 4更重 所以當時,我不是追求要對焦很快 如果Sony需要用70-200 4 沒有用的Adapter,將Canon EF 的70-200 4 搏輸進去 到現在已經出了這麼久 這支已經買了這支 70-200 2.8 GM2 大約是1kg左右 變成那支70-200 4的需求越來越少 看看將來會否出現新版本的四光圈 可能會有些突破 例如是特別輕的 或是會否伸縮或是怎樣 到時看看 變成沒有急切需要 其他剩下的Zoom鏡 就是70-200 2.8 100 4.5-5.6 還有這一支,200-600 這幾支鏡頭 我們去外拍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戴呢 其實一般如果我們去拍照 不是拍腳仔 一般拍照 可能我們叫戴大三元 或者是小三元 基本上有3支Zoom鏡 例如是10-35mm 24-70mm 和70-200 現在這支這麼輕 當然你戴的興趣會大一點 因為之前那支70-200 2.8 是非常重的 當時我看到它這麼重 Canon我用過多久 70-200 2.8 非常重的 有時不想帶出街 所以最初的時候 Sony我用了70-300 70-300質素一般 叫做支鏡 但是配合現在的 Alfa-1 五千萬像素 發覺它有很多不足 所以一出了這支鏡 現在長用這支了 70-300基本上都不用了 所以我又賣了 這支鏡 連同24-70mm 和16-35mm 基本組合 是帶這幾個 如果還要廣闊一點 我還有一支 福倫達的10mm 例如16也不足夠 可以帶一支10mm去拍攝 除了Zoom鏡之外 我亦有不少的定焦鏡 例如Baptiste的25mm 40mm、85mm 另外我還有福倫達的15mm 我估計知道 像過曼金油一樣 和10mm 基本上我的定焦鏡 我都頗齊全 再長一點 還有一支 有支Leica的135mm 我是M鏡 即是由10mm至135 基本上每一段都有一個定焦鏡 當然不會齊全 有25又不會有28 又不會有35 因為我已經有25 和40 大約是這樣 基本上定焦鏡 我都很齊全 現在定焦鏡 一般來說 會戴這些 另外有一個100-400 如果一般來說 例如戴24-70mm 戴135mm 很少會這樣組合 有100-400mm 因為一般的普通影相 100-400mm相對比較重 當然 比起Canon以前的100-400mm 4.5.6mm 我知這些更輕了幾百克 但是 1300-1400mm 大約 但始終都是重 一般來說 正常一般拍攝普通影 都未必用到400mm那麼長 所以亦不想用這麼重的鏡頭 但拍攝小鳥方面又如何呢 如果說回拍攝小鳥 可能是拍普通相片 偶然會拍長鏡 偶然會有機會拍小鳥 或有些蝴蝶 一般用途 我覺得戴這支70-200mm 都有作素 因為一般來說 它的70-200mm 可以某程度上拍到微距 即是比較近距離 譬如說這支鏡的設計很有趣 它的70mm時 大約是0.4米左右 如果達到200mm 它有0.82米的近距離拍攝 距離其實一般 你都可以拍到比較大的影像 不過 如果你拍蝴蝶 看看哪一類型的蝴蝶 有時你一走近一點 它會走 所以雖然它有近距離的對焦 可以拍攝近距離 好像微距離 在某程度上 但也要看主體 它會走 所以 可以再帶1.4或2成 這兩個我都有 2成來說 都不錯 我亦試過質素 之前有條片 你看下面的介紹 那裏會有連結給你看看 對比 下了2成後 變成140-400 這就是100-400 相對 100-400 對焦範圍當然會寬 100-400 這一開始已經是140 有時你想短小焦距 靈活性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大約 比較長範圍 我都建議是大約100-400 當然 升決條件就是 你會知道你去拍攝什麼 大約是那個範圍 你才肯帶 因為其實每次戴這支鏡 都會有少少勇氣 因為你一插上手 我真是重 這支來講 現在改善了 就OK 因為輕了幾百克 始終都有個好處輕盈 我插上手 以及分布平均 我都很讚賞這支鏡 發覺這支鏡 真的設計非常好 而相對Canon那支 Canon那支 以前我一向都覺得好 現在都覺得好 但設計的理念不同 因為那支鏡頭70-200 它要收藏細 重量和這支 基本上Canon那支 重過三十幾克 我當是一樣 但收藏細 在旅行來說 始終方便 但因為設計 為了收賣時 即是身長縮短 叫外變焦 所以Canon 博不到1.4至2成 這是一個局限 設計上妥協 哪一種好哪一種不好 各有各好 即是在不同用途 便會選擇不同鏡頭 所以我現在雙線發展 Sony我一向都有很久 A7R開始玩了 但現在開始 尤其是進了Alpha 1之後 我開始會將鏡頭部分更新 當然也要看看 新出的鏡頭是否有吸引力 我才會買 例如我買Alpha 1 我都沒有想過 會買那支70-200 GM 1 即是2.8的第一代 我沒有想過 因為太重 亦都不想用 但推出了這個 都很不考慮 立即一見到推出便按鈕 第一水便買了 亦拍了幾條片 給大家看看 可能有些朋友還在等第二水 或者第三水都未定 說回駁了1.4或2成之後 有個好處可以駁長 以及它最近的對焦距離 是沒有變的 即是如果你那個主體 仍然可以 即是不走的解設 駁了變成2成 變成400mm 仍然維持到0.82米左右 這支如果去到400 其實與這支很接近 是0.9米左右 即是0.9米 你當好接近 差不多 兩支如果這個2.8加了2成 重量是怎樣 仍然輕過這支100-400少少 但你當好接近 不是差很遠 用途方面 如果未駁1.4或2成 那你的光圈方面 它是可以由70-200 都保持2.8 所以靈活性就會大些 當你需要大光圈 又不需要那麼長鏡頭 你可以用到2.8 當你要長些鏡頭 便搏1.4或2成 麻煩就是你要搏 如果沙塵滾滾 或者環境比較混亂 如果你要搏下去便要麻煩些 但它這支鏡頭搏下來之後 使用上方面 我都覺得有個好處 是因為它是內變焦 即使你搏了1.4或2成 你一路搏下來 變焦時 它的長度是不變的 變成入塵方面的機會少些 因為你一路搏下來 如果你是外變焦 始終整個鏡頭這麼重 它的重心都有少少偏移 假如你用類似千秋架 或是波頭那類 因為它主要是用平衡 因為它的支點在中間 若你搏長了 其實它的重心向前 如果是千秋架 它便會向前跌 如果波頭也會有力向下咬 你就要跟它抗衡 如果有時稍為不留意 可能會突然跌一跌 你的手指在波頭下便會夾到 所以這要留意少少 而駕駛方面 如果是100-400 你搏長時 像這一點 你都會覺得 它真的 重心是前了 很明顯 這組鏡和殼 跌前了 加上如果你是下遮光閘 其實突然間 你會很外眼 突然間 身材了這麼多 如果有風的話 吹的方面 便會更加動得緊 但有個少許的 或者有個好處 就是我比較過 這支鏡很高質素 對焦很快 下了1.42成 質素仍然很高 不過如果相對 最明顯 大家Zoom最長 通常就是 這個加2成 Zoom到200 即是變成400 這個就是Zoom到400 一般來說 Zoom鏡 Zoom的長焦距 它的反差 通常會弱 解像度 通常會降低 亦是這支鏡頭 假設Zoom鏡 Zoom最長 是最差的時候 之前的影片 亦比較過 這支鏡 Zoom到400 這支鏡 Zoom到200 加2成 即是等於400 光圈 Zoom相弱 因為2.8 加2成 就是5.6 這支100 Zoom到400 亦是5.6 所以大家基本上相約 我開盡光圈去比較 這支100、400 稍盛 口少少 但情況下 放到100%去看 你覺得 這個結實少少 開盡光圈的時候 但這支鏡 雖然全開光圈 不夠支100、400 差一點點 其實不太明顯 一般你拍照 你不覺得 不會發現到 還有要比較 你才能看到 如果略為收到8光圈 收一級光圈 大家 質素已經很相近 這支當然很輕微 比較 仍然優勝少少 始終這支鏡 有它的存在價值 始終都是不錯 而且它不算出得太久 也算幾有新的 近幾年 不是第一代那些 質素來說 都不錯 所以這兩支鏡 取捨 就視乎 你帶些 你拍些什麼 所以就決定你帶些什麼 你都看到 如果你加到1.41% 我沒有拿出來 這樣就長一點點 但如果這個 去到400的時候 就這樣 明顯上 體積會大了 還有這裡 如果下雨 或是大塵 你這樣進來 雖然有些防塵的設備 有些防塵 沒有那麼容易入塵 但始終也有些機會入塵 還有 新縮的時候 如果你外圍的環境是潮濕 你都想到 你這樣拔出牆 它不是抽真空 始終有些空氣進去 如果附近是潮濕 如果這裏有些水分 在這裏滴到濕 一拔的時候 它會抽空氣進去 在這裏 這裏的環境未必會抽到 因為它有防水 可能在這裏有機會入空氣 也有機會入水分 這裏要留意一下 雖然這些鏡是防水滴 但太大雨的時候 下雨衣會好些 反而我覺得 7200這支 沒有伸縮 基本上我覺得大雨衣 都沒事 因為它沒有地方入水 這些動作部分 其實裏面有些溫水 這些燒了 有些防水 這些掣也是 這個有個膠的溫水 吸進機身 剛好適合也不入水 相對在很惡劣的環境下 這支可能會好少少出色之白 但也說回 我們拍攝小鳥 當然有多長就去多長 所以這兩支來講 如果買來講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兩支都未有 如果現在是適合買的 例如有7200 或者有支沒有那麼漂亮的支鏡 例如是7300 我想升級 我建議 以用最多為主 除非是拍攝小鳥 否則一般來說 我覺得可以買這支 70-282.8 再加1.4二成 靈活性大些 一般用途 你會有很多機會帶出街 相對 100-400 你未必會想拿出街 但是有時 如果你的鏡頭是24-70 最好有70-8連續連貫 如果你是24-105 都可以考慮這支 但始終是重 有時加多300-400克 都覺得是一個負擔 盡量輕些會好些 這支 我建議買這支 再加1.4或2成 當然視乎你的需要 如果你說我經常拍攝長一點 和我喜歡100-400 這段 整段都可以用到 這樣就可以買這支 但我覺得 真正如果那天是拍攝小鳥 基本上你不會帶短鏡 你帶一支強鏡 那會帶哪支 會帶二百六百 這支我經常都很提議 大家買這支 很推薦你們 因為這支真的很划算 現在好像因為貨源短缺 就算是比較貴 好像聽朋友說 影友說 大約好像一萬三千多 我買的時候 都是今年年初買的 都挺划算 我買一萬二千元左右 一萬二千元 買一支這樣的鏡 這支鏡真的非常划算 想回我那時買那支 70-300支鏡 它一推薦的時候我就買 我記得好像一萬元 不知一二百元左右 7300支鏡 一萬元 這支一萬二千元白鏡 重量也有分析 焦距是200-600 光圈是非常大 光圈是6.3 為何我說非常大 因為我用過Canon 200-400 1.4 Extender 那支是白色的大炮 比這支更加大 現在你看定價 好像九萬多 買的時候 街價都要七萬多 七萬多 如果200-400 400加1.4 大約是560 即400加1.4560 那支鏡鏡 那支鏡是四光圈 四光圈 它加了1.4 就是5.6 5.6 再細多三分之一級 就是6.3 這支鏡就是6.3 即是說這支鏡 是比Canon 200-400 加1.4 那支是560 這個長了40mm 是600mm 只是多了40mm 就是細了三分之一光圈 你計算數 三分之一光圈 其實真的不是差很遠 你說差三分之二 或差一級 就是一個大比數 你見到 只差三分之一級光圈 但它長了40mm 亦由200開始 那支200-400 如果打1.4 雖然去560 但200去不到 是280 如果打回頭 雖然都很快 但這支完全不用打制 手完全有控制 就是268 所以這支鏡 性價比 是很划算的 如果你是拍照仔 我覺得 只是這支鏡頭 都足以讓你入 Sony這個系統 因為通常這支鏡頭 是最貴的 買這支鏡 再配合一個機身 當然不用去下α1 如果用α1 當然最好 但經濟一點 就算你的影片不太快 例如A7R4 或者現在新出的A7R4 這兩個都是2萬元左右 2萬多些 配合這萬多元鏡頭 其實一個三萬多元的組合 已經拍到可以很專業 拍得很好的作品 非常划算 只不過這支鏡頭 帶出街 比A7R4更加重要 大約是2.1kg 其實是2.1kg 挺重的 其實是2.1kg 但它有靈活性很大 使用頻率 以我來說 也是很高 因為如果真的拍照仔 我會拿這支鏡頭就算了 因為如果100-400 就算可以加1.4或2成 但我覺得方便性 都不夠這支鏡頭 我亦都比較過 下了1.4或2成 其實都不錯 仍然有很高的質素 但你真的要拍照仔 我覺得用這支鏡頭好些 因為光圈是大 比100-400下了1.4或2成 但體積方面 沒有新墻 這個新墻 看 它是粗的 其實這支是重的 它有95F 所以很大 你見到新墻差不多 但鏡身方面 268真的粗很多 所以看你的用途 如果你說 我已經有100-400 已經玩了一段時間 平時用1.4或2成 覺得都可以 但如果你真的想再進階 一點點 質素好些 因為它不下 質素我覺得是非常好 也值得 因為不是很貴 就算現在貴了一點 1萬3千多 但都值得 因為最初買的時候 很多朋友第一時間買 那時候都沒有為意 看樓 重點還未在Sony 因為那時候Sony的機身 我都沒有升級 我用小光圈 四光圈 Zoom鏡 輕便 還有有時玩定焦鏡 以輕便為主 沒有拍動態 所以長鏡 白鏡 我都沒有考慮 沒有看 而且機身我都很久沒有升級 我都用A7R II 有時用A7R第一代 輕 雖然對焦不大 但靜態沒有問題 要輕 之後用了A6600 那部機對焦各方面都好 其實跟A9當時都很接近 當然A9是最頂級機旗艦機 想想這部機對焦這麼快 過片都不錯 有10張 拍攝動態軸仔可不可以 其實配置200、600都可以 那時候想起零機一觸 接著打電話問有沒有鏡 有便馬上出街拿 早上想 收工便去拿 那時是一萬二千元 緊幾抵 亦是因為 發覺這組合 6600再加200 非常好玩 當它一出A1 都沒有想 第一時間便按鍵 然後便買了 差不多沒有隔多久 想了一會 然後 那部A1 機身很棒 但這個當然 零活運用 用的比較多 但其實 買了A1 不如再上一層樓 然後便馬上訂了 604 即是後面這枝 Sony的604 亦都幸運 早訂 Alpha 1 基本上訂了 六百四 都要等了三個月 如果現在買 可能會等得更久 還有價錢 一直一直在升 因為我亦都訂的同時 收了鏡後 幫朋友去訂 但訂了半年 都未有貨 還有價錢 都不太肯定 出出的 報價已經比我貴 買這枝 然後越來越升 現在有時 以前說 早買早享受 遲買便宜幾舊 或者鏡頭便宜幾千 現在越遲越貴 所以如果大家 都很有興趣拍攝 這枝604 都值得考慮 重量又不太重 剛才我說這枝 都頗重 2.1kg 其實再看這枝604 只是3kg左右 其實幾百克 不是差很遠 雖然鏡身大很多 這枝604kg 亦都算是一個突破 因為鏡頭Sony 不太早出這種大炮 即是無反方面 它一出 它有出400.8kg和600.4kg 都大約維持到3kg左右 而我本身一直玩Canon 都有差不多20年了 它有幾代我都經歷過 尤其是大炮 400.8kg和600.4kg 這兩枝大炮的變化非常大 在20年我一直用的經驗 由第一代我用 它大約是5kg多一點 那些鏡頭 所以如果要拿一支鏡頭出街 其實好像抱著一包米 5kg米 5公斤米出街 幾重 亦都是一個負擔 有時我們去東非拍照 我們會放鏡頭在車上 不拍的時候 便會放到車廂內 在過程中 要抖鏡頭下 抖好像爪舉 就頗辛苦 很重 到第二代 400.8kg和600.4kg 它大約是4kg 即是減了1kg 突破都很大 即是你平時拿開 輕了1kg 你發覺很輕 手持短時間都可以 即是第一代5kg 手持基本上一帶上來 這樣便要垂下 而第二代 牛高按一會 可能一兩分鐘 都勉強可以 但始終是4kg 到第三代 Canon 就出到 已是3kg 400.8kg 即是兩支鏡加上 都是6kg 使用方面 好些 另外 我經常會 吵架 去乘飛機 因為外地 主要是拍動物 東非 Tancania Tancania 坦桑尼亞 亦會順大拍攝 雙鳥 上飛機方面 亦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的鏡子 以前第一代5kg 基本上 你上飛機 一般都是7kg 如果你要多些 上飛機行李量 可能要坐商務位 但現在鏡子輕了 亦不需要用很重型的 Pelican 去拖牠 用普通的 背囊放下就可以了 因為本身輕 即是你撞來撞去 機會都少了 變得很好 當然 剛才說 你很有興趣 都可以考慮這支 其實還有一個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考慮 就是攜帶性 始終這支鏡 是這麼大的鏡頭 你揹著都很重 加上其他東西 體積的袋子 亦都相對這麼大 你要考慮一下 你會不會願意 平時經常揹著 這樣的鏡頭出揸 還有手握 雖然輕了很多 都可以手握 但是 那個體積 亦都說回 它是3kg 你可以手握 但不能長時間手握 還有你長時間手握 質素都不太好 始終都不太穩定 雖然是防手震 機身加上鏡頭 有幾級 但如果大家拍照 都知道 你真的要去 sharp到極致 即出盡鏡頭的質素 無論Canon和Sony 是非常sharp的 開盡光鏡都是 你要用盡它的質素 你一定要用腳架 穩定環境 有些人說 我手握就行 是的 沒有問題 一定可以握到 你拍照的時候 看起來都是ok的sharp 但當你真的放到1比1去看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 拍著掣就要掃毛 那你掃得到呢 這是一個問題 你會發覺是差少少的 就算你用高速快門去拍照 也是差少少的 但你用一個穩定環境去拍照 那個質素就可以出盡鏡頭 還有你看看這樣的尺寸 看你在哪裏拍照 如果你在香港一些城市裡面 在公園裡面 你這樣都幾奇怪 除非你是有些 拍攝材料 你是固定一個位置 下去攪不動的話 你拿著鏡在公園走來走去 有時都比較吸引人家的注意力 你想想會不會這樣做呢 如果你是公園的 我全遠拿著268 另外還有一個大光圈 這兩支鏡頭 如果大家去600 充到600 這支都是600 大家開盡鏡的時候 質素 這支604明顯是好些 邊角尤其是 中心來說不是差太遠 這個一定是好些 但邊角很明顯 這個604會好很多 還有散景不能比 光圈差一點 但散景差很遠 這個背景很柔和鬆化 可以減低背景對主體的影響 這個光圈也不小 剛才說過 和Canon 2400.4 Extender的鏡頭 只有三分之一光圈 當然那支Canon 2400 6.4質素很好 就算下1.4之後再加1.4或加2成 都仍是挺好的 當然金貴鏡頭有個好處 不會贏了 但在性價比和便攜性方面 這支都是贏的 所以大家會想想 如果我去公園或鬧市 你會帶哪支呢 如果去戶外 要走來走去的 上山的 你會否願意帶 揹著這麼大的鏡頭 因為這個鏡頭那麼大 袋子自然一定大 即是一闊三大 但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搏這個Extender 我轉一轉 告訴你可以怎樣搏 時間關係 我已經拿了兩個Extender 一個是1.4 一個是2成 兩個都很搏 相對Canon來說 Canon RF也好 EF也好 都是搏很多 兼且因為Sony的孔比較細 所以你會見到 它的口徑都是小 相對沒有那麼大件 如果去外拍攝時 多帶兩個1.4、2成 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幾支鏡頭 全部都有1.4和2成 但如果604 它加1.4 這樣就長很多 840 質素都非常好 就算它加了2成 去到1200mm 我經常會這樣拍 尤其是拍翠料 尤其是拍攝時 質素都非常好 所以長鏡來說 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駁了1.4、2成 都仍然保持到最好的質素 因為定焦鏡 鮮天性質素好 再加了一個Standard 效果更加好 所以這個 如果真的拍很遠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駁到Standard 仍然有很高的質素 而這個600 200-600mm 可以薄 但我自己覺得 薄了2成 質素明顯低了很多 因為你不薄 就這樣原裝 又多好 不錯 但下了之後 跟這個鏡頭的差距非常大 因為一下了2成 真的不太好 有些人可能覺得OK 看你怎樣看 放大來說 跟自己原本不下的 真的差幾個比較遠 我建議 如果是200-600mm 最多下1.4 相對這100-400mm 之前我們也試過一段影片 駁過100-400mm 駁過1.402成 我發覺都不錯 駁過後 質素都不錯 所以這支鏡頭 有時突然用到800mm 用它都可以頂一下 因為去到800mm 反差明顯弱了很多 而且邊角 一時時不是太銳利 但是有時 一支輕巧的800mm 都可以頂一下 而這支7200mm 用1.402成 質素都非常好 剛才都說過 增加2成變400 跟這支很接近 這支當然好少少 但這支平時有2.8 也有輕巧靈活性比較大 大致上你可以考慮 這幾支鏡頭 剛才以上的分析 你可以考慮一下 究竟你會添置哪支 另外有一支400.8 400.8 我沒有買 也沒有需要 因為我本身有Canon 的400.8 最新那一代 你就要考慮 如果400.8 你拍運動多 400.8 用的機會大一點 因為600可能太長 400.8就拍運動多 如果你不需要太長的鏡頭 如果你需要再長一點 例如拍照仔 那400.2.8 很可能就要加2成 因為加點4都是560 560其實有時拍照仔 除了一些比較近 又不是太夠 還有400.8 它有2.8有個好處 就是有時拍的 林鳥 就是在樹林那些 都有好處 因為它的距離不會太遠 因為如果太遠的林鳥 其實給一些樹葉遮 會比較近小距離 那些林鳥的環境比較暗 有時ISOD去到很高 2.8多一級光圈 都會有好處 拍攝林鳥多 你可能考慮一下 400.8 有時加1.4 加2成有需要 靈活性就是它最大光圈有2.8 這就贏這裡 但如果是拍水鳥 比較遠的 其實很多時候 加9.4560 不太夠 就要加2成 加2成 相信質素都不會差 其實每個廠 四幣點8和六百四都不會差 加9.2成都有質素的保證 所以收到這麼多錢 400.8的考慮因素就是這樣 如果你已經臨了 或需要2.8大光圈 加1.4或2成 靈活性會大些 但最長都是去到800 即400變成800 如果還要長些 有沒有可能呢 可以的 我會在下條影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搏 以及這幾支鏡頭 如果想再搏長些 當然質素又想犧牲 又會怎樣搏呢 今次說到這裡 今次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